最早是为什么会在户外呢 单纯的是因为凉快吗 最早的时候是开始的时候 是那些下岗的工人 老工人 他们没事情做嘛 就是说要是住没妹们 费用太高 又没什么人 就摆在路边嘛 过路的人比较方便嘛 就坐在镇子上 没有这样的床 坐在镇子上这样捏背 捏得紧追捏得头 这样子啊 五块呀 三块呀 这样子十块呀 最多就是这样子 99年的时候就这样子 99年就有了 就从那个百货公司 这样子百货 慢慢就去坐这个床嘛 就这样子 后面就开始 开始几年是这样子 开始第一年 99年的第一年 一年一年半 99年的吗 那时候就开始这样子 二十多年了 这样子 然后慢慢就发展到摆床嘛 那真的是很有历史了 谢谢谢谢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历 我们在西方版纳 已经待了两个月了 我们今天去的地方 是一个非常有人文特色的地方 是关于一群下岗工人的故事 差不多有二十多年了吧 我们是在西方版纳 待了两个月之后啊 才发现有这样一个地方的 也是当地人介绍的 本来其实我们已经拍了好几次了 但是前两次 因为各种原因设备啊 然后因为很多东西啊 拍摄的视频都不能用 我们都要快走了 想想还是来拍一下吧 这个地方真的值得大家一来 尽我们一点点小心意 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地方 大家以后来西方版纳 旅游的时候可以过来看看 它是在市中心的 然后就在我们现在站的位置 街道的对面叫金路街 我们过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就是我身后这一排了 是在户外的一个按摩的地方吧 它虽然说有一长排 但不是说它是一家店的 它是每个 每张床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所以每张床就是一个老板 这是一帮下岗工人 他们从99年就开始了 一直到现在有20多年了 当然冬途也有过几次搬迁嘛 一开始是为萌生 然后慢慢的就也变成一个文化 这样子的 我们上次已经按摩过了 年纪大一点的人手法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的价格是很便宜 我要找我上次按的那个阿姨按 她已经64岁了 手法力度相当到位 而且便宜 一个小时才60块 如果你不愿意按一个小时 可以按40分钟 也就40块钱 上不封顶 快好了吗你 你这边快好了吗 还要多久啊 还有20分钟啊 我排个队吧 你后面有人吗 没有 没有人了是吧 那等会儿我后面我按好了 我上次就找她 这个阿姨按的 已经64岁了 厉害吧 而且手法非常好 你比起外面那些198 280的那种 真的 太逊色了 第一个已经结束了 然后现在换我上 阿姨把被子啊什么的整理一下 生意可忙了 可以了吗 嗯 哇 还要先洗个手 卫生很好 一茶接着一茶呀 一个过了 接着另外一个 躺下来吗 躺下来 躺下来之后先做一个 先做一个脸部的按摩 然后再做一个头皮的放松 这力度老到位了 来 阿姨 你说你上次是从哪一年开始按的 你上次说 2000年 从2000年 这一次按是2000年 99年就出来了 99年 嗯 2000年就 22年了 差不多了 外部的手法怎么好 以前太难做了 现在 你看 以前是因为没有行程 所以难做是吧 那你一个月赚一万多也不错呀 你赚不了吧 一万多 十千块钱吧 七八千随便赚的 来 谢谢 就是辛苦一点 那个人家是个五六千吧 我们要是去打工人家就不会给中国啊 你说什么事 那都是 打工赚不了都不够 如果中国五六千我们是很买劲 因为我的头部太厚了 人家会介绍来啊 毕竟手艺在这里 哦对对 大多数都是来治病的 治病这啥病啊 它颈椎痛 颈椎痛 有沙有凉它都会来刮的 那按一下也可以缓解一下 舒服一点 呱呱呱呱呱虎呱 有些火烧的不过不会好 这样的 嗯 它真的没有用来 陈阳也有自己的专业按摩师 那像这种比较有特色的嘛 外面没有的 我们就拍一下视频 人家看到之后是吧 现在都在网上看手机嘛 看了那就来 来了搞不好你们生意也会好运 是是 对吧 我妹妹也来了好几次了 嗯 大型的 那你干了几年了这个 我哎 嗯 大型的账 我定来的 你干了 02年 02年啊 02年就开始了 这个技术一定很好 听说以前是在外面的是吧 对对 前面在外面 早早的在这边早早是在北后 一直都是在户外的吗 一直都是在户外 02年到05年 我们是在那个 呃 反了大厂旁边那个 百姓老百货 老百货三间那个地方 没事没事 是你说的 在那个老百货三间 你现在现在拆掉了 嗯 那里面拆掉了 拆掉了 然后又搬到外面了 对 对那个时候是从01年 01年就摆到那个 到05年吧 05年10月份 10月5号 10月15号 就搬到这个地方来的 这个这个我们知道 这摆了一年多了 去年的 去年疫情嘛 新冠肺炎的时候 是三月份 三月 三月初 三月中行 嗯 三月中行摆到 摆到现在嘛 本来是本来是不给摆的 嗯 以前在外面摆的 有十多年了 05年 嗯 05年到 18 19 19年 然后才管不给摆 要搞这个城市文明建设嘛 嗯 才搞 捐绝干事 那 那就没办法 我们以前有31个人 后面就 有些人看没希望了嘛 就猪没面嘛 嗯 然后嘛 坏事情也是好事情 嗯 这个 中央看了个两会啊 三月 三月还是五月份的时候 嗯 那个李克强总理就说 摆地摊 哎 促进经济发展 哦 就是那个那个叫什么地摊经济 那个成都 嗯 成都那个街上搞那个那个使馆餐馆 那个凳子都摆到街道上嘛 嗯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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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管他们就就变了就不是像以前那种执法 就是完全是变成服务型的执法嘛 这是你们来搞的 哎 他就 所以又看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不管了 他就说你摆 我们真只眼闭只眼 哦 就这样就摆下来吧 那挺好的 要不然坚决不给摆的 他说还说的这句话 那个李克强总理就说 你们摆这个汤啊 就是说不影响你这个景浩市的文明 景浩之瓶文明建设啊 文明城市啊 不影响它打分嘛 哦 那挺好的 所有开了 所以又摆了 现在一共有多少家这边 这边一共21个 现在21家 以前外面摆的生是31个 少了10个人 都开店去了 开店去了 有些有几个没摆啊 回家有五六个摆 摆不住没面嘛 我们现在呢已经结束了 现在已经10点47了 看到没有 身后面依然还是很繁忙的景象 而且晚上跟我们按的那个阿姨 从我们到现在没有停过 一直有人在拍对 太忙了 这声音很好 手法跟力度可比外面按的好多了啊 很多大哥 我们已经很熟了 这个大哥还有那个阿姨都很不错啊 好好走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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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